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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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既然考過了 你們也一定會做的 會做什麼東西呢 會做T test 上次我們已經 講到某一個 族群的平均值 是多少呢 這樣的一個test 那某一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多少的時候 用什麼test來做T 對不對 突然沒有反應掉了 OK 所以T是什麼 T是什麼 我們把一個族群裡面 取樣出來了以後 它的平均值 減掉這個平均值的期望值 對不對 除上這個平均值的 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在這邊就是 更號N分之S 或者是下面的這個數值呢 也可以稱作是 Y bar的Standard deviation 也可以這樣子寫法 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今天 要來多加一點點東西 要來做什麼 開始 武功要稍微強一點 對不對 我們只 就是 針對一個族群的平均值來講 嗯 好像這個範圍有一點小一點 你會不會想說 我想要知道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的比較呢 OK 所以呢 今天要教的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一樣 這個老Case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或者是呢 更厲害一點的 你可以這樣寫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相減 是不是等於某一個數值 這個delta 這個delta 你可以放任何的數值 delta 假如是0的的時候 它就變成什麼 就相當於什麼 這個就相當於什麼 你在test說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對不對 但是delta 不一定是0 它可以是什麼 10啊 你想要知道說 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差10 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這邊就放10 你可以這樣的test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差10 或者呢 我可以在test delta是等於50 我想要知道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差50 等等的 你都可以做 所以這個delta等於0 不是一個 唯一的一個選項 也就是說 delta 可能可以是任何的數值 只是呢 所以 很普遍的 大家常常會去問的 就是說 啊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所以呢 這邊常常會是0 也就是說 常常會去做這個test 但是呢 它不是僅有的選項 OK 所以這一個test 它的範圍不是那麼小 它可以是這個delta 任何的這個 那個數值 數都可以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但是今天要講的東西呢 其實是怎麼樣子 呃 不是一般的這樣子的這種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的test 這個呢 我們會留在後面來講 今天是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裡面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我們叫它做是pair t 的test 叫做pair t 的test 叫做pair t 的test pair是什麼意思 一對對不對 一雙叫做一個pair 那是pair t 的一個test 那中文呢 叫做pair t 的t test 就是一雙一對的這樣子的一個t test 那所以呢 今天要講的東西呢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也就是說 基本上它的做法 違歸到我們原來的t test的做法公式 所以在做法上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是觀念 你怎麼樣認得說 這是一個pair t 的一個實驗設計 所以呢 針對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在分析的時候 就要用pair t 的方式來分析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那跟以後我們要講的這種t test的實驗設計 到底有什麼樣的分野 有什麼樣不同 所以呢 你可以認得出來說 啊 這個真的是一個pair t 不是一般的這樣的一個t test OK 所以這是你自己在做題目的時候要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是 當你以後自己要做研究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 我這個實驗設計 我到底是要設計成pair t 的 還是一般的t test 那有的的時候呢 那個實驗是由不得你自己 你非得要做pair t 不可 你要知道嗎 那既然你在做實驗的過程裡面 你的設計你的過程都用pair t 的方式來做的話 你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就一定要配合 就一定要做pair t 的這樣的一個分析 你要是做一般的t test的分析 那就完全錯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要教給大家的是 你要去分辨 然後去設計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pair t 跟t test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做這樣的一個說明跟了解 那之後呢 我們也會有一個上台報告 叫大家要自己去找題目 來做這個演練pair t 的 題目的這個實驗設計 然後收集資料來報告的 這個可以今天上完課以後 就可以請大家這個 預先去做準備 當你知道怎麼樣做那個設計的時候 所以趕快把題目給他設定出來 好 什麼叫做pair t 為什麼 我們會做pair t這樣的一個實驗設計 你知道我們的目標是有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所以我們先把兩個族群給他畫出來 假設這邊有y1一直到yn1 這是第一個族群 population1 那麼這是第二個族群 它也有它的觀測值 那麼這個族群呢 它假如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mu1 variance sigma1平方 第二個族群呢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什麼 這兩個族群裡面 各取一個樣本 n1這個角色 第二個族群 取的樣本數叫做n2 那從這個族群裡面 取出來的樣本呢 你可以算出一個平均值來 這個族群呢 取出來的一個樣本呢 取出來的一個樣本呢 這個族群呢 你也可以算出一個平均值來 那麼這是第一個族群的樣本 平均值我們叫y1棒 那這是第二個的 我們叫y2棒 我們就要從這兩個樣本的平均值呢 來看什麼 來看說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 或者是 是不是相差10 是不是相差50 等等 這樣的一個實驗設計 那什麼叫做pare t這樣的實驗設計呢 那我們就來想 假如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稍微實體化一點 那我們之前有在講說 假如一個實驗室裡面 有一個飼料來養小豬 看小豬增重的是怎麼樣子 那一個族群 那現在兩個族群 你可以怎麼樣想 譬如說我現在公司裡面 發展出來了兩種不同的 飼料 好一種飼料出來了 叫做是什麼 歐羅肥的飼料 歐羅肥的飼料 另外一種飼料呢 你在實驗室 你是研究人員 然後新開發出來的飼料 叫什麼 好 吐胖胖 兩種飼料呢 你要來養小豬 看看哪一個小豬 哪一種飼料養小豬的時候 它長得比較快 就是看看它的增重 就是看看它的增重 小豬的增重 所以在這裡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這是兩個treatment 對不對 這個叫做treatment1 這叫treatment2 兩個處理 就是兩個族群 它假如分別一個給歐羅肥的飼料 一個給豬胖胖胖的飼料 然後你看看哪個飼料效果會比較好 什麼效果呢 效果叫做什麼 叫做 以增重 以它的體重的增加 來看說 來評斷兩個treatment的效果 所以它要看的這個是什麼 它的反應 Response variable 所以其實是什麼 我們的Y其實就是什麼 它的增重 每一個的增重 那第一個族群就是說 這些小豬接受了歐羅肥以後的 的增重是怎麼樣 第二個族群是 這個同樣的這種 這種品種的小豬 它接受了豬胖胖以後的 整個族群的這個增重是怎麼樣 那現在你要來做實驗了 OK 那這個是它的增重 這是treatment 要把它分別的清楚 treatment 用這一個反應的這個variable 來看哪個treatment的效應比較好 好 那你要來做的的時候 要去找小豬來做研究 對不對 你要找多少小豬來做研究 譬如說 你要去找20隻小豬來做研究好了 好不好 找20隻小豬 那 那你就去這個農改場去找了這些小豬 一堆小豬 看起來很可愛 小小的 才剛生出來幾天 就把它抓來 要做研究 研究的時候呢 依照原來的這個知識呢 你就想有一個問題 我把這20隻小豬的時候呢 假若我怎麼樣子 我這20隻小豬 照我一般的想法 我們一般想法都是什麼 random的把它給這兩個飼料 對不對 所以我會怎麼樣子呢 歐羅肥還有豬胖胖 兩種飼料 我這個20隻小豬呢 random的給 這邊給10隻小豬呢 就讓牠吃歐羅肥 10隻小豬讓牠吃豬胖胖 然後譬如說 吃了兩個月以後 然後我來看牠的增重怎麼樣 把每一個增重記錄下來 然後得到這個Y1 bar Y2 bar 這個random的把這個20隻小豬 放到這兩個treatment裡面 這個就是一般的t-test t-test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但是你要注意到 它的實驗設計的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才可以凸顯的出來 才可以被分辨出來 所以這邊10隻跟這邊10隻 是從那20隻裡面 random的給10隻 給10隻分別給牠 這樣子去做的 那pare t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想想看 依照我們念了這麼久的生物學呢 我們知道有一個現象 是什麼樣的現象 遺傳的現象是影響很重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小豬生出來 雖然看起來長得差不多大小 但是會怎麼樣子 這個假如是一個胖媽媽生的小豬 這個長胖的那個機率是很大的 那瘦媽媽生的小豬怎麼樣 怎麼樣都長不太胖 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有吧 遺傳的因子可能影響是很大的 像是什麼 不是一直大家都在講嗎 龍生龍 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動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怎麼樣子 那個胖媽媽生的小豬呢 這個說不定怎麼樣 喝水它都長得還不錯 那所以呢 怎麼辦 你就想到說 雖然我想要知道這兩個 飼料對小豬生存的影響 但是怎麼樣 暗地裡有一個隱藏的因子 有一個隱藏的因子 假如我沒有好好的把它安排好的時候 這個暗地裡隱藏的因子呢 就會來干擾我的這個反應 要是這個隱藏因子呢 不干擾這個反應的話 那當然就沒什麼問題 我管它做什麼 對不對 但是暗地裡隱藏的這個因子呢 會來干擾我這個反應的Variable 那我又是用這個反應的Variable 要來做什麼 要來分辨說 我的這個Treatment的效應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假如不好好處理我這個隱藏因子的時候 那我用這個反應來看我的這個處理效應的時候 我就會得出有偏差的一個結果來了 了解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要來做Pair-T的一個實驗設計 那怎麼樣做Pair-T的實驗設計呢 譬如說是這樣 我暗地裡有這個隱藏的因子 是遺傳的因子 假如我認為遺傳的因子 可能是一個隱藏的因子 會大大的來干擾這個反應的時候 那我用這個因子呢 來做控制 把它當做Pair 一個Pair一個Pair的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譬如說是什麼 那怎麼做 我們用這個例子繼續來想 怎麼做 然後討在一隻母豬呢 常常生出很多隻小豬來 對不對 一胎會生很多隻 那我們就想 胖媽媽生的小豬 以後那個吃一樣的飼料 但它的胖會長胖的幾率是比較大 那我們又怎麼辦呢 我們去 我們不是取二十隻小豬 這個N呢 二十 我們不是取二十隻小豬 我們怎麼樣 我們只取了十對的小豬 怎麼叫十對的小豬呢 同一個媽媽生的小豬取兩隻 同一個媽媽生的小豬取兩隻 就是這樣子下來 所以呢 它有幾對的小豬呢 叫做是什麼 十對的小豬 叫做十對的小豬 那每一對的小豬 每一對 什麼叫做一對 兩個叫一對嘛 對不對 兩個叫一對 叫一Pair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個叫Pair T 所以每一對的小豬呢 它的遺傳因子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想想看 好 我們這邊十對的小豬裡面呢 有胖媽媽來的 這個黃色的是叫胖媽媽來的 這個是胖媽媽來的 然後呢 也有瘦媽媽來的 這個是瘦媽媽來的 有好多個瘦媽媽來的 另外的不同的瘦媽媽來的 好不好 然後這個還有中的媽媽來的 還有呢 胖的媽媽來的 等等 有十個 那你會發現什麼東西呢 會發現說 好了 假如 胖媽媽跟瘦媽媽來的 會影響到她 對於這個增重的結果的話 那怎麼樣子呢 我這邊 這個飼料下來的小豬呢 怎麼樣 有一個胖媽媽這邊也有一個胖媽媽 有一個瘦媽媽這邊也有一個瘦媽媽 所以呢 這個隱藏因子在這個Y1爸裡面 跟在這個Y2爸裡面 透過這樣的設計怎麼樣 就被刪除掉了 所以我的Y1爸裡面有幾個胖媽媽 Y2爸裡面就有幾個胖媽媽 這樣的意思 我的Y1爸裡面有幾個瘦媽媽 所以這樣子就把那個隱藏因子把它去除掉了 那麼 相對的 假如這邊的時候 為什麼 就不是那麼好呢 好 這是二十隻小豬來的 對不對 那這二十隻小豬呢 假如用一般的T-test 我們剛剛講過 這二十隻小豬 很可能有的是從胖媽媽來 有的是瘦媽媽來的 那怎麼辦呢 好 假設呢 這裡面呢 歐羅肥 有這麼多胖媽媽來的 有這麼多的是中媽媽來的 有這樣子是瘦媽媽來的 Random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在這裡呢 有這麼多是瘦媽媽來的 有這麼多是中媽媽來的 有這麼多的 有這麼多是 有這麼多是胖媽媽來的 有這麼多是胖媽媽來的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 這個是胖媽媽來的 中等體重的媽媽來的 這個是瘦媽媽來的 這樣的 Random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的安排 有這種可能性的 假如是這樣的可能性的時候 你有可能出來的偏差是什麼 假設即使這兩個飼料的效應是一樣的 根本就是沒有什麼差別的效應 但是做出來會不會因為說 喔他是比較多胖媽媽來的 所以那個小豬就是長得比較快 長得比較胖 你會發現他是比他大很多的這樣的結果 所以從這個結果我們是要來評斷這個 因為這樣子的安排我們的實驗的樣本的時候 就會使得歪一罷大於歪二罷 所以出來的結論有可能就是 歐樓肥的效應飼料是比豬胖胖的飼料的效應 效應要好的就會下錯結論了 那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很可能是因為在安排的 這個測試的個體的時候 有這樣子隱藏因子的一個干擾 所造成的一個偏差 OK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把這個隱藏的因子 把它做成Pair 一個Pair兩個Pair這樣子 做下來的話 十個Pair的時候 這兩個再來比的時候 就怎麼樣 就會把隱藏的因子的干擾 把它去除掉了 這樣子叫做PairT的一個實驗設計 所以PairT的實驗設計 不是等到你要來分析數據的時候 再來看的 假如是你自己做研究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去思考說 以我這樣子的一個實驗的目標 看起來的時候 我究竟是要去做PairT 你是比較可以得到好的一個結果 還是呢 我做一般的這種Randomization 就是重機的去放樣本就好了呢 所以這個是要 第一個要去思考 要去分辨的一個東西 好 我們繼續把PairT 再讓你認識更清楚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是怎麼樣 你這裡叫做一個一個的Pair 每一個Pair裡面呢 在Random的放 放這兩個Treatment 也就是說 同一個媽媽來的這兩個小豬 這個時候才Random的 哪一隻小豬要放豬胖胖 哪一隻是給他歐羅肥 這個時候是要Random的 這樣了解嗎 然後這兩隻 哪一隻要給歐羅肥 給豬胖胖是要Random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在同一個Pair之內 它怎麼樣 同一對之內呢 它的這個隱藏因子的差異是很小的 對不對 那個干擾因子的差異是小的 但是呢不同的Pair之間呢 比如說這十個Pair之間呢 這個干擾因子的差異是大的 那假如Pair間干擾因子的差異是大的 你也不必做Pair的 你也不必做這樣的設計 對不對 你也不必做這樣的設計 當然是你知道 你做出來一定是干擾因子之間的 Pair間的干擾因子差異比較大 然後同一個Pair之內呢 干擾因子的差異很小 然後在同一個Pair之內 我再來Random的給這一個Treatment 所以呢得到的這個結果呢 每一個Treatment之下呢 都怎麼樣子 每一個Treatment之下 它的這一個干擾因子 每一個通通都有 不同的干擾因子 這個遺傳因子 在我們這些在這邊的例子 是胖媽媽瘦媽媽的個數 在第一個Treatment跟第二個Treatment 通通都一樣 所以就被這個干擾因子的干擾 就被消除掉 這樣的實驗設計 這樣OK嗎 好 那這裡面呢 我等一下會考大家 讓大家看一看 所以假如要 那個狀況要做實驗設計的時候 怎麼設計 所以你先把這幾個要點 給它這個弄清楚 那在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要看的是什麼 它的Degreeal Freedom 我們前面講過對不對 這個後來要用T-Test 那T的時候一定有什麼 Degreeal Freedom 對不對 T的Degreeal Freedom是什麼 T-Test Degreeal Freedom 是N-1對不對 這邊的N有多少個 這邊的N是多少 是20個還是10對 這個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20個subject 20隻小豬來做實驗 但是在pairt的實驗裡面 已經沒有所謂的20隻了 它是什麼樣子? 是叫做十對 所以我的n是有多少個pair Number of pair 有多少個pair一雙一對的 而不是有多少個個數 前面的話我們每一次一直談 我們有多少個subject是n 有多少個體來做實驗 n就是多少個 這邊要很小心 我們的n雖然取了20個小豬 但是他的n不是這樣算 是以對來算 以pair來算 這個要非常小心 否則的話後面的話 一做就完全錯誤 對不對? 我可以在這裡 要考你們之前 先講一點小小的故事給你們 那個在 我在美國結婚 我們結婚的時候 在教堂裡面結婚 教堂裡面結婚有一個儀式 現在台灣也有些人有這種儀式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結婚典禮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竹台 那個竹台假如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白色 我把它畫起來 它像是這樣 OK 這樣的一個竹台表示 好 這個竹台裡面呢 結婚典禮一開始的時候 有點著蠟燭 這兩個是亮的 OK 是亮的 那 那個 牧師就宣布 好 那 這個 You may kiss your bride 你可以親吻你的新娘 就是已成了 你們現在是夫婦了 夫婦了以後呢 這個竹台要做什麼 我們新郎跟新娘要幹嘛 要把這一個 啊 要做什麼 要把這兩個吹齊 然後把這一個點起來 這兩個要吹齊掉 這個就沒有掉了 那 當然在宗教裡面 有一些宗教的意思 那我這裡要提出來 為什麼會在Pair T的時候 講給大家提 就是什麼 那是代表兩個個人 好不好 那你結婚的時候 變成一對的時候 個人就不存在 那個個人已經不存在 要把自己消滅掉 沒有叫做個體的 個人 叫做是一對 一雙 而已 所以呢 當你在做Pair T的時候 把人家配對了以後呢 就怎麼樣子 讓人家牽手同行 你不要再讓人家 還是一個一個的這樣去算它 你要算它是算 一對一對的 所以我希望你這個N呢 一定不要弄錯 是叫做Number of Pair 到底有幾雙呢 你不要一直算人家到底有幾個呢 好不好 不要算這個個 只要算這個有幾雙呢 這個結婚了以後 你把它配對了 它就沒有個人的存在了 是叫做一雙的存在 一對的存在 好 故事講完了 很短 對 但是希望你們記住 要來考一下你們 來 看到有一個 假如我們要去種樹 我說有的時候 其實Pair T的實驗是 你要做這個實驗 你就被迫的 一定要去用Pair T這樣的實驗設計 然後出來的結果 你就要用Pair T的統計方法來分析 那我們舉這個例子來看 假設 你現在要種果樹 你要做一個實驗 我要種果樹 那果樹呢 看看那個長出來的這個 這個果實的重量是怎麼樣 OK 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實驗是 有兩種不同的肥料 肥料 肥料 我不知道用什麼 不能再歐羅肥豬胖 反正就是兩種肥料 AB兩種肥料 OK 要來看種樹 你要知道 AB兩種肥料 所以是什麼 Treatment 要把各個Variable放清楚 這是什麼 Treatment的Variable 對不對 然後你想要用什麼樣子的Variable 來看這個兩種肥料的效果 或是它有沒有差異呢 我們看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果汁的收穫量 OK 看看果樹的果子到底收穫多少 好 你想要用這樣來評量說哪一種肥料比較好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果樹要種在哪裡 種在地上對不對 要種在地上 所以就去找了一塊地 找了一塊地來種 這塊地在這裡 然後呢 這塊地找來了以後呢 那你就發現說 哇 這塊地呢 從北到南 這是北邊 這是南邊 它的土壤的肥沃度 是不一樣的 土壤的肥沃度是不一樣的 怎麼樣不一樣呢 怎麼樣不一樣呢 北邊比較肥 南邊比較平激一點 你找了這樣一塊地 你就說 老師這塊地不太好 這樣子土壤肥沃度這樣不太好 我能不能找一塊地 給我一塊地 這個肥沃度通通都一樣的 老師說 沒有啊 就只有這麼一塊地 要找一塊地也不容易 對不對 現在土地很貴 是不是 那哪找來一大塊地 讓你去做實驗呢 就只有這麼一塊地 那你就想 立下招了 怎麼樣子呢 為什麼呢 你看看 我想要用這個果汁的收穫量 來評估這個 到底哪一個的效應好 就是果汁的收穫量在 μA跟μB 這兩個的裡面 到底哪一個是比較好 或者是他們的 效應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但是呢 暗地裡有一個干擾因子 是什麼 果樹一定要種在地上 但是這個地呢 又是什麼樣 肥沃度的不一樣 土壤肥沃度不一樣 會不會干擾我種下去的 果樹的收穫量 會啊 那 這一下就慘了 對不對 也許我這兩個肥料 是一樣的效應 一樣的好 或是一樣的差 但是呢 因為我把它種到 肥沃度不一樣的地方去 然後安排的A跟B不是很均勻 所以就使得出來的這個 這個結果 好像有一個比例外一個的肥料好 但是真的是這個肥料好嗎 可能是這個干擾因子的作稅 那我怎麼辦 嗯 不錯 老師教我們做配的T 好像有過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暗地裡有一個干擾因子 會干擾我的這個Response 這個Y 會干擾我這個Y 的時候呢 那我要把這個干擾因子控制住 控制住了以後呢 那我就可以來好好的評量 我這兩個去整個的效果 好 那 一塊一地在這裡 你要開始做Pair 對不對 要Pair 那好幾個Pair 那我總共呢 假設你要種幾顆 我們種少一點 好的 當例子 那你可以種很多顆 老師也說過是什麼樣子 N要越大越好 對不對 不要偷懶 可以種個100顆之類的 但是為了要在這邊講解 我們把它弄少一點 我們只種共 找了10顆樹來種 那10顆樹要來種的時候呢 同一種果樹 10顆 要來種 但是呢 你要給 種下去以後 要吃不同的肥料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 兩塊地 我把這個塊地呢 有一個放在這裡 一個放在那邊 那你要 要怎麼樣子 讓它變成一對一對的 一個Pair 一個Pair 的呢 你可以這樣子畫法 來 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畫法 一、二、三、四、五 五個 我們把這個插掉 免得你 這個 好 然後呢 我再把我這兩個肥料呢 一個是 一個是 假如這個是A肥料 這個是B肥料的時候 那 我可以這樣畫 喔 Random的畫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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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這樣 那我這樣畫的時候呢 那 我可能可以這樣子 A A A Random的畫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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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這邊的做法還是這邊的做法 這邊的做法是說這兩個是一配 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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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做法是這邊是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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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怎麼樣來畫它 讓它變成一對一對的 這是重要的 你畫錯的效果完全沒有掉了 對不對 好,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這樣畫法 一個是這樣畫法 請問你要哪一個 這邊的人舉手 沒有人喜歡這邊 真的嗎,兩個人 兩個喜歡這邊的 這邊的 要這邊的人舉手 比較多人一點 有人沒有舉手怎麼因為是 以師,你覺得怎麼樣 你看不出來 都不是 兩個,裡面一定有一個 是 那 我們找個人來問問看 好了 你說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次考試有人考得很好 適合考90分以上 好 增雲 來 你說哪一個 好 為什麼你要選這一個 好 聽得懂嗎 那個 剛剛這兩個同學 你們聽得懂嗎 怎麼一回事 聽懂嗎 聽不到 啊 聽不到 這女人 你要不要講大聲一點 嗯 就是 他 不同的地方是 南和 因為那邊比較多 或北邊比較多 那 所以說 如果北邊 有幾個 一邊 要幾個 一邊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同學 可以補充一下 自癮 自癮 你考試也考得很好 來 怎麼樣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 還有 還有 還有人考得很好的 是博焱 喔 喔 是你 是你 OK 然後你 你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選這一個 你為什麼選那個 你為什麼選那個 好 啊 為什麼 兩邊的差異都一樣 但是北邊比較肥沃 南邊比較平靜 因為要看出來 到底為什麼 看得出來嗎 不一定是我照我這樣子安排 但是我照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原則是怎麼樣 剛剛講的原則是怎麼樣 在同一個配合之內 它的那個干擾因子是很 很類似的 很類似的 在不同的配合之間 干擾因子的差別是很大的 為什麼 北邊是比較肥 南邊比較平靜啊 所以呢 一對一對的的時候 這一對之內 這兩個 干擾因子是怎麼樣 很相似的 很相似的 然後 這個之間 這一對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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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對之間 這個之間 干擾因子的差別是大的 看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那這個的話就慘了 怎麼樣子 這個同一對之內 干擾因子是很大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Random的再給怎麼樣 完全就是 跑回去跟原來的這樣子 混淆不清這一個 所以那個干擾因子就 正好在這邊 扶曉出擊 馬上就是被打敗了 那個干擾因子在那邊干擾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齁 好 所以要用這個才對齁 了解嗎 好 那我們最後會給大家一點 一個例子來看 那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那你就說 老師我怎麼會認得他 怎麼會認得他 要成雙成對 一定有他的條件 對不對 那你說 老師到時候 我怎麼會認得說 這個倒是一個配 還是一般的 Random的呢 他其實齁 你假如從數據出來的的時候 你再稍微小心一點 去看他的的時候 那你自己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你很可能就會 就比較容易可以認得出來 我這邊有十個數據在這裡 對不對 十個數據 十個數據 Y1 Y2 一直到Y10 調十個數據 這邊也有Y1 Y2 Y10 譬如說Y1 Y1 Y2 Y2 Y1 Y2 Y1 Y2 Y1 Y2 OK 這樣子下來 好 這邊有十個數據 這邊也有十個數據 這邊也有十個數據 那 這十個數據的排列 跟這十個數據的排列 上下排列的順序有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吧 我把這個數據Y12放到Y11這個位置來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吧 我把這個Y15這個放到Y11的位置上可以嗎? 可以 但是這邊呢 這邊可以嗎? 這邊一對一對做出來的 這個叫做Y11Y21Y12Y22 這樣下來 怎麼樣? 這個是什麼? 這兩個是同一對的對不對? 是不是? 同一對媽媽來的總共有10對 這個 我可不可以把Y12放到Y11的位置? 可以嗎? 可以嗎? 他又不一樣的媽媽來的 怎麼可以放到這裡呢? 這兩個一定要怎麼樣? 成雙成對你就不要給人家亂拆散 不要亂點鴛鴦腐 但是呢 你也不要老是要拆散人家 成雙成對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們兩個要去牽手同行 要永遠一直在一起的 所以呢 你就來檢視這樣子 我這兩個Treatment的 第一個這個 第一個的這樣子的一個重複 這兩個呢 是不是一定要在一起? 這兩個是不是一定要在一起? 我能不能幫他換一下伴侶? 我能不能換一下 這個人換到這裡來一下 可不可以? 不行啊 在Pair T的時候 這兩個人是永遠成對的 拆不散的 你不可以把他換一下 這個叫做Y12 這個叫Y11 你可不可以數據可以這樣子排法? 不可以啊 那不可以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這兩個一定是在一起的 那 所以 假如是Pair T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數字 那你 假如 都認不得啊 你在自己想老半天 這到底Pair T還是一般的T的時候 最後的一個Pair Ball 就讓你自己去檢查一下 那我這些數據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給他 上下調動一下 隨便排一排 假如可以的的時候呢 他是一般的T Test 因為我Random的給 就是給10個10個 所以我這個數據排這裡 跟這個數據排這裡 有什麼關係呢? 沒什麼關係啊 但是在Pair T的時候 不可以隨便把人家 一對一對的拆散 所以當你發現 這兩個Treatment的 這個重複呢 是這一對的這兩個 不能夠隨便被人家換掉 他們兩個一定要一起 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Pair T的一個Test 可以嗎? 就是最後的Paper了 把所有的Paper都告訴你們了 所以呢 從實驗設計開始 然後呢 把它安排好了 然後再來做實驗 那下面就簡單了 下面就是會回到我們前面的那個T Test裡面 再回來用他的精采法子 所以我們修行一下 下一個節課的話 就給大家一個例子來做一說